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身不忙 单身你又没有小孩 单身你不就是一个闲闲没事干的人吗 所以就是你来做啊 就变自然而然的 我当年也就自然而然的就接受 接受到现在 所以听他们讲有所谓的隔代教养的问题 我们家没有隔代教养 因为都是哥哥教自己的小孩 他们的小孩就是很小的时候 在我们家是给我妈妈照顾 可是我妈妈现在说实话 她自己老了 她会往外推 她会有 对 我爱孙子 我爱孙女 可是我没体力了 所有老人都会有这个 那女妈妈算是很理智的人 是 她觉得说真的我年纪大了 可是年纪大了 她虽然嘴巴讲说年纪大 但孙子回来她非常非常高兴 这个东西还需要常常带回来 像我妈妈 我自己妈妈 她在我们都还没结婚的时候 就已经先警告我们说 我告诉你们 我好不容易把你们养大了 你们以后将来生的小孩 孙子不要回来给我带 我乐得轻松 我不要 可是真的变成阿嬷的时候 变成奶奶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有需求的时候 她反而很愿意 可是久了她又觉得说 你们都把小孩丢给我 你们都出去逍遥 然后这种状态 也常常造成家里面的争执 我妈妈有一个状态 就是她虽然都是带她们长大 现在她们都已经高中生 高中生 不需要人家带了 可是我看到一个状况就是 我们家其实教育 从爸爸妈妈那一代的教育 都是非常的保守 我们不说爱 我们不拥抱 我们保持一个距离 非常的理性 可是 你们家不拥抱 不拥抱 可是我妈妈教的小孩子 孙子孙女 每一个都是你的阿嬷 母亲 所以即使到现在大学生 入了社会回到家里 第一个就是阿嬷抱抱 你知道我妈多受用 就是那个好喜欢这个 我可以看得出来 她在那个时候在通瞄我 我就说不是 你们抱就好了 我不要 可是她真的会感受到 通瞄你是想说 你怎么没敢 我还给她一个 你怎么没有学呢 我学不起来 可是这些孙子孙女回来 虽然她说不要我带 可是这个抱 这个抱 对于老人家太重要了 真的 对 是不是就是说有孙辈的家庭 是 然后夫妻也常常都会有一些 以忙碌为借口的状态 然后并没有从小就让孩子接触这一些 阿公阿嬷的时候 变得等他们再大一点 说要去阿公阿嬷家玩 很多都不愿意 我觉得还是从小 给他们一个规律 例如说像我们家的规矩就是 礼拜五晚上要回阿公阿嬷家吃晚餐 然后礼拜六 像我有个弟弟嘛 他两个女儿 那我三个 五个孙子孙女 全部都回去 我爸爸妈妈家 礼拜六就是早上大概十点多到 然后呢就一起吃中餐 然后大概下午四五点 然后就回自己的家这样子 我觉得这变成一种规律 对 那小孩子也很期待 每个礼拜就很期待这件事情 那其实对他们这种 堂兄弟姐妹的情感交融 我觉得挺好的 就从小让他养成这种规律 我们是一个大的家族 所以我们习惯很多人往往来来的 像现在我父亲因为生病过一段时间 比较少出门 所以我们家呢也跟女士一样 是固定孙儿会回来的 然后一个礼拜回来一起共餐四个晚上 那最小的是四岁 最大的呢 大概十二岁 然后回来的时候都会叫 爷爷 然后我爸就好开心 有时候我爸晚上的时候 他在洗澡嘛 然后再下来 在楼上 小孩就会冲上去找爷爷 他就开心了 然后吃过饭后 要回家做功课就回家 但是因为我们住的不远了 也是附近 比较容易 但是这个是大人 刻意去安排出来的 所以小孩子的生命教育 其实是从家里开始 不是学校的课本 所以我们做长辈的 就是做父母的 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 给孩子这样的生命教育 对孩子长大的过程是很宝贵 而且以后我们也受用 对 我觉得真的是 从中间这一代 就是爸爸妈妈这一代 可能就要开始做这样子 刚刚子行长讲得非常好 这一些对生命的尊重 对于亲属关系的联系 真的要从我们这一代自己做起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看过一个日本的 日本电信的广告 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 因为你刚刚在讲说 家庭里面刻意 有这样的一个规律的安排 或者是像子行长那样 就是我们固定的时间 一定要回去看爷爷奶奶 跟爷爷奶奶相处 但是会有很多人说 我家在南部 我家在偏乡 我怎么回去啊 我每个礼拜这样来来回回 我快累死了 但是各位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有一种东西叫逝去 而且是很轻易就可以得到的 所以日本电信的那个广告 就讲到它就是 他们去帮助 他们去帮助很多 老人家不太会用 他们把这个机械简化了 就你只要点 然后就可以直接 就跟你的亲人沟通 因为日本也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经过那样的一个 一个调整之后 很多的老人家变得很快乐 那所以只要有心 其实视讯也是一个方法 也许抱不到 亲不到 可是你可以看到你的孙儿辈 在那个荧幕那头 啊 奶奶 爷爷 外公 外婆 你们好吗 大家会有个交流 他们对自己的长辈 祖父母 也不会陌生 是啊 其实方法是人想的 对不对 甚至电话 没有视讯也都很重要 对 听到那个声音都很重要 对 像我跟妈妈通电话 我妈妈都会跟我报告 她最近在干嘛 报告 她就说 我跟你讲 我明天要去苗栗 苗栗的话呢 我们是要去参拜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要去帮人家干嘛 干嘛干嘛 其实有些她讲的事情 我不是很了解 因为她佛教的很多 一套的这些仪式 或是什么的 我就是静静的听 然后我就跟她说 嗯嗯 好啊 那有人摘你吗 有 嗯嗯 我就是听 听到她讲够了 她就需要一双耳朵 对 对 那请问你有固定时间 播电话吗 我倒没有很固定 因为我妈妈也很忙 加上我的时间 不是很固定 所以我就是一有空 我就想说 要不然就是我跟我妈妈 发通简讯 通简讯 对 我妈妈也很厉害 对对 简讯也很powerful 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 你不好意思说的话 是 用简讯说 就反而你说得出来 对 我的妈妈就是慌张到 要告诉我说 意思就是我 以后有事情 我绝对不会再叫我妈妈了 周日晚上十一点 记得准时收看 超临时牺牲 死是 有错 我走 Hot is 优优独变 对 佳 偶 comma 吗